欢迎收看三个稿的说起来 蔡斌气用最好的球员 事实证明蔡斌是错误的 大家好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女排 随着中国女排奥运资格赛的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三轮 可以说中国队面对着捷克 中国队不能掉以轻信 毕竟捷克队也是所谓的一个黑马 第一场面对着乌克兰 可以说蔡斌用人依然是特别的保守 没有给这一些梦杰像丁霞这种 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球员 任何的机会 到第二场 可以说稍有改观 面对着墨西哥在第二局的最后阶段上了吴梦杰 还有在第三局 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换的替补任 可以说 李盈盈是最后两个球材被换下 等于说基本是打满全场 可以说 这两场比赛呢 表现最亮眼的莫过于李盈盈 但是随后的比赛 各保各的难打 要李盈盈这么打 这么密集的比赛 以后面对着荷兰 面对着加拿大 甚至面对着塞尔维亚 我们该如何来进行 轮着 必定你在面对着弱里的时候 都不去练柄 面对着强大的对手 当我们落后的时候 蔡斌不是第一回啊 落后的时候 启用西人 之前在世界女排联赛上 就是 在 大比分领先 面对弱队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阻力在打 等到了 面对着强远 比如说意大利 土耳其的 比分落后 让替补 球员 球迷们 戏成为帅锅 可以说 蔡斌的轮转呢 一直都是饱受正义 轮转最好的 依然是我们的 工章 教练 郎平指导 随着陈宗鹤指导 退休 我们中国女排 迎来了新一轮的 教练的一个清洗 蔡斌接任以后 获得了 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 也是成绩非常的不错 但是 面对着杰克 中国队还像 前两场一样 这样的轮转 确实是 要么球迷一样 感到阻力累的同时 对于 替补阵容 感到非常的遗憾 不培养就算了 但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也 甚微的出场时间 让这些替补任务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证明自己的机会 可以说 这场比赛呢 面对结束了 中国队应该 大胆的去轮断 毕竟 杰克队虽然是黑马 但是他实力不强 开局 林营和 龚湘宇 袁新岳 王源 建立出领先优势情况下 马上大胆起舞 吴梦杰 中会 丁霞 等新人来 扩户 丁霞并不是新人 是狼平狼子指导 当时的是六度金黄 之一 可以说丁霞在奥运会上 大放一彩 他的表情包给我们也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说 这场比赛呢 我们 重点就看 丁霞 可以说 前两场比赛 丁霞上场时间虽然不多 但是 上场 及亮点 他的遗传到位率 要比凋率高很多 还有一点就是 王源路的问题 王源路是饱受质疑 蔡斌的用意方法 也是要我们琢磨不透 以前用金叶 雷达的不动的金叶 后来证明金叶不行 现在是为雷达不动的王源路 可以说 你行上去 整两局 依然是给你恩来替补鞋 这是让我们无法 接受 要求迷们 对于他的质疑声 是越来越大的一面 但是丁霞 难道说 不能成为凋雷雨 的真正替补吗 蔡斌手下的所谓的替补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上场之业 或者是大笔本领先 已经确定上局的时候 才将替补登场 这叫什么替补 自问蔡斌 这些女排 我们想要走的正远 在世界女排联赛上 我们输给土耳其 土耳其大面积轮转的时候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死打王玉露 死打李盈盈 在李盈盈体能不够的时候 王玉露疯狂的被对手拦马 被对手扣球 发球疯狂失误 所以说 我们中国女排 要想走的更远 在奥运会上 拿到我们的孟明以求的冠军 可以说 这个轮转是势在必得的 我们中国队不缺人才 缺的是 伯乐 大家认为我 说的 对不对 欢迎点赞评论的观众 咱们下期再见